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次做特册的 呼吸很多日本人 做多日本人回來 那時候又結局了 沒有手球 沒有東西 幫著把繩子 幫著把繩子 幫著把手 戒掉了 我日本人 送回去集中人 一路戒掉 一路害怕 因為我們個個都這麼小 日本人又大隻又大隻 一條繩子幫著 她的繩子可以拔掉 一路害怕 直至戒到那裡的白花洞 那條村 那裡就是日邦仔的集中人 呼籲的集中人 那時候由女大隊長林靖 跟她接收的 林靖也問過我 她說你在香港讀過日邦師 她問我 你幾歲 她問我 你幾歲 她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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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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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也有 她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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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認識日本 她去的時候 那個小鬼 家中仔 一路帶我去 去哪裏 她不說的 寶墨 一路我們跟著 去到 原來是 那裏是百花洞村 因為我和這個百姓 都談到 我要說客家 潮州話 客家話 最普遍的 我們跟他們 一個月間相比 一個湖南 一個江西 那些普通話 我們很少接觸他們 說客家話 就等於懂得潮州話 因為那一個人 是最常的